而另外还看这东海岸相当著名的是一个卡片教堂 很多人造访台东一定要来到这 因为这个教堂是仿造耶诞卡片的样式来建造而成的 看起来真的相当温馨 不过如今却传出教堂占用到了私人土地 被地主用篱笆给围了起来 许多游客现在慕名而来 但是却没有办法进去看得到了 以白色为基底 衬着蓝绿黄色 两侧还有小尖塔 教堂背山面海 是许多游客到台十一线公路一定会去的特色景点 阿美族的青年 然后一起去努力盖城的一个教堂 赋予的人文精神 我觉得更值得大家来认识 把耶诞卡片教堂样式活生生搬到陆地上 超级卡哇伊 实际把卡片跟教堂比一比 十字架搭配尖塔 以白色为基底 相似度高达百分之百 不过现在却传出美得像诗的卡片教堂 在叶旦前夕被地主封了 原来1974年改建时 教堂的建筑前半部占用到私人土地 听说是因为所有权 这个土地的所有权人 他们是希望教会的人来购买这个占有的部分的土地 但是基于因为经费的不足 所以一直始终没有去谈拢 就很可惜啊 我们本来很想走进去看一看 可是现在这样子 显然也只能在后面观察一下而已 围着黎巴的教堂多了一份距离感 如今地主让步同意开放 让教友们欢度耶诞节 只是产权问题不解决 卡片教堂恐怕难逃关门命运 记者许鲁 蔡新怡台东采访报道